就開始 那各位女子 各位先生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場是 後輔導核電政策與健康風險國際研討會的最後一場 那麼現在是一個圓桌論壇 那麼題目是亞洲的下一個輔導在哪裡 那我一開始就簡單說一點 跟這個圓桌有點相關的感想 那我們上一場不是談到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會議也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說Paul Jogin特別邀請法國的一些研究核能的一些scholar 或是很久來我們這一次的研討會 那所以我們上一場又也談到一些 就是說法國像那個張柏輝也特別提到 那個法國它的這個核能的發展的一個戰後的歷史 那法國為什麼它的核能能夠達到80%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台灣常常聽到的法國 你聽到法國你聽到的是什麼 我們聽到法國它有美酒 它有哲學 它有電影這樣 你很少聽到法國的核能 但是呢如果說我們常常我過去聽到法國核能的是 如果我們對台灣的核能 比如說我以前在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這個核能核供系 我們對核能如果產生質疑的話 那麼核供系教授一個標準答案就是說 法國能 法國非常好啊 那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啊這樣 所以法國它的意義在台灣的核能上就是這樣子的意義 就是因為法國OK 其他國家不是當然可以一般而論這樣 那但是我想就是說我們今天講說後輔導 後輔導的這個核電政策 那麼311的去年那個311的輔導事件 對我的一個感想 我的感覺就是說 法國的那個特殊性 在東亞的311這個事件之後 我覺得它的特殊性已經消失了 這就起碼對我個人來講這樣 為什麼呢 好 那麼我們知道就是說 311之後 比如說 那時候戰場局員特別提到說 那個華爾街日報有沒有 它對於全世界的這400多個reactor 那對於這個它的每一個reactor 它的那個地震跟地質的條件 它做了好幾個區分 好幾個區分 那麼我們東亞的 東亞裡面的這個 最危險的 它分好幾個level 那最危險的 那東亞呢 那麼就有好幾個reactor 最危險的 這就是在那個避震和海嘯的這個 那個情況之下 那麼最危險的是哪裡 我想大家都猜到 就是日本跟台灣嘛 日本跟台灣 日本跟台灣一拉飛這個reactor 那台灣比較少 那日本非常多這樣子 那然後呢 但是又東亞這幾個國家 包括南韓 我們今天也提到 還有中國 這幾個國家 那麼又非常接近 洋流啊 汽流啊 等等之類 那麼福島事件之後呢 那麼 就是說我們都非常的緊張 那是不是這些 浮射層啊 或者怎麼樣 會來到台灣 或者是怎樣 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感覺是說 在東亞的這個 就是說我們來看這個 核能的這個安全問題 核能這個 適不適合當作是一個重要的能源 就是說 已經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殊狀況 這個特殊狀況呢 甚至連中國 中國的地質條件 情況都比 要比這個 日本跟台灣要好很多 那不要說法國 法國的地質條件 是非常穩定的 有沒有 而且法國的核能廠 大家注意一下 法國的核能廠都是內陸 那麼台灣跟日本的核能廠 都是在海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那個冷卻系統啊 等等之類的 那個構想都非常不一樣 那然後 所以它特別容易受到 像東亞的受到 像海嘯等等之類的 這方面的影響這樣 那麼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我們的情況 其實跟法國的情況 其實我個人感覺是非常不一樣 那反而是在東亞裡面 那這個大家有很多東西 是真的是修期與共 那麼需要就是說 我們從我自己做STS 我們希望 那我們知道東亞也有很多做STS 包括中國大陸這樣 那麼如果說能夠了解這一點 能夠怎麼樣能夠促進這種 就是說東亞的這個核能 如果真的還要 還要繼續的話 那麼我很高興今天聽到那個 Dr. Schneider 他說這個早就已經decline 那我其實非常歡迎 這樣子的預說法 但是呢 就是我覺得 我很擔心東亞有它的側出性 就像張文威講 就是說 這種technocrats 或等等之類的 會死的東亞這個東西 就是說可能會在無程度上 follow法國這條路這樣子 那所以呢我想今天我們這個圓桌 也是特點 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 我們再來思考說 亞洲的下一個輔導在哪裡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Paul他們這個特別 把這個圓桌論壇的題目 弄得比較聰動一點 但是這個 這個 有的時候 你以為聰動 但是很可能就會發生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很高興就是說今天呢 我們這個圓桌論壇 我們請到四位 那麼對於像核能 對於核能安全 或者對於像東亞的科技 社會等等這些議題 就是說素有研究 而且有過很多的想法 或者是辯論的這些朋友們來參加 那我現在就照等一下 我們那個語談人的方式 那個次序我就簡單的逐一介紹 那我們第一位那個語談人呢 是台大的這個徐光榮老師 那徐老師他現在是在這個 他長期我想特別是前一陣子 311的時候前後 那我們報紙 常常看到這個徐老師 出來仗義之言 或是關切那個 那他現在是那個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從學術委員 學術委員召集人副會長到會長 那麼除了在學界 那個現在是在台灣大學大系科學系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對於這個 除了環保聯盟之外呢 也任很多地方的這個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 永續會等等職 那所以我想 就是說我們非常高興 那個徐老師今天 能夠對於這個議題 那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麼下面一位呢 那麼我們也很高興請到 台湯社會系的這個 吳嘉玲老師 那他過去的主要研究領域是 醫療與社會 性別研究 那麼科技與社會 特別是科技與社會 STS方面研究 那麼吳老師呢 他對於東亞的 那麼科技與社會研究 那前後非常的注意 非常棒的 會心意在上面 這樣子 那麼我們也非常高興 那個吳老師等一下呢 會從 就是比較從東亞 東亞STS的角度 來對這些議題做一些分享 那麼第三位呢 我們的旅台人是 我們請到 那個台大政治系的 這個林子倫教授 那麼他呢 他專長是在環境政治與政策 都市政策 還有環境與民主力 這些方面的題目 還有公共審議 那麼 就蠻有趣的就是 我後來發現說像 徐光榮老師跟林子倫老師 他們都是化學系畢業 然後現在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重新回到一個 好像跟化學還是有點關係的東西 那麼好 所以這是第三位林子倫老師 那麼 第四位呢 我們是請到這個 現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 崔樹欣 他來給我們做一個討論 那崔樹欣 他是畢業於四星大學的社發所 那然後 那個 他的論文是 是一個 是一個紀錄片 那那個 供兩你好嗎 我想相信很多人看過 這樣子 那麼我們很高興 那個崔樹欣 也能夠前欄 就是說 跟我們從 特別是從運動的角度 綠色聯盟運動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很多的溝通 跟交流 好 那我就不再說了 那下面是不是我們就請 徐老師給我們來做一個開場 謝謝